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在收获阿姨粉的同时 肖战一首红梅赞收获了大爷粉成为老少同吃 今年开年因为疫情 基本所有的行业都停工了 在经历过一线抗议人员的奋斗情况下 疫情得到了快速的改善 不少的企业纷纷进行复工了 自然娱乐圈也不例外 有不少的明星纷纷开始营业 各种的综艺节目全部开启 拍摄电视剧那更是不含糊了 如同回到了年前一番火热的场景 而作为去年大红的肖战呀 目前也是开始进入了复工阶段 不过他的复工了没有那么简单 可谓是困难重重 肖战现在在娱乐圈里边是顶级流量的存在 人气与实力并存 因为粉丝的世界呢 肖战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舆论 许多往事被扒出来了 一般往事被扒出来对于其他明星来讲可能都会少有影响 然而对肖战来说呀 只是黑粉一种黑他的理由 好在深圳不怕引子歪 即使经历如此多舆论 但是对于肖战人气没有受到非常大影响 相得其反增加了不少 在经历如此长时间的沉默之后 众人唯一希望的就是肖战能够复工了 肖战复工依然是从简单开始的 首先是在微博上面发布了一张手绘图 也是肖战本人所画 这一天啊 微博热度还未消去之际 肖战再次的翻唱了经典歌曲《红梅赞》 再次引起了一大风波 没想到啊 只是一个简单的翻唱 肖战就拿下了三大榜单的冠军 分别是人气榜 飙升榜 以及新歌榜 这一次肖战复工可谓是大功高成 用一首经典歌曲 把所有粉丝的心都收获了 也再次的添加了一批新的粉丝 众所周知 肖战粉丝群体啊 一直都是分散在各个年纪 从00后到80后基本都有 数据显示最多的也就是阿姨粉最多了 他们主要喜欢看的是肖战的能力和为人 并非是他长得有多么的帅气 可谓是能力魅力 把他的颜值魅力啊 帅看一大截了 最近肖战在收获阿姨粉的同时啊 他所翻唱的《红梅赞》一句 收获了大爷粉 这也成为了娱乐圈里边少有的老少同吃的明星 由此看来肖战的魅力啊 存在于实力方面 在4月15号 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出一段视频 并且说到父亲循环播放了《红梅赞》一天之后 拉起自己心爱的二虎 说要参与一下这个活动 支持这个帅气小伙 不得不说呀 肖战的魅力真是老少同吃 年轻的迷恋他的长相 阿姨粉啊 则是喜欢他的实力 而大爷粉应该就是喜欢他的正义之心的 没有人能够做到实全实美 肖战肯定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因为他在满足粉丝的同时啊 不能够满足黑粉 肖战一首经典老歌翻唱 一片担心向阳开 这次的复工可以说是无比成功了 虽然有不少的黑粉从中作梗 但是呢依然是无法阻挡肖战回归的 目前黑粉所做的一切 无非是皮肤汉术 肖战人气大势所趋 琴实力以及为人啊 都得到了肯定 许多媒体也称赞着肖战是青年一代表率 在危机期间 做出正能量的偶像表率 带动粉丝 以一颗正能量之心对待事物 这无非是偶像最成功的一面 肖战复工 以红眉赞开始 他的心啊 自然也是向着正义而去 他的回归就是一道阳光发起 将会用实际行动证明 他依然是那个阳光少年 还会用治愈系的笑容呈现给大家 会做出更多立国立民的公益回馈社会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位少年吧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